新北虎报台落水衣外 目前还有两名学员失联 分别是15岁的陈姓少女 还有这位8岁的刘姓小妹妹 但是搜救了一整天 上午在落水点附近 发现了女童的雨衣 另外是在落水点的距离 20公里外的屋嘴长台 寻获了一只女童的登山鞋 而经过比对 确定就是失联的8岁 刘小妹妹的衣物 请消针对附近的水域 扩大重点搜索 但是到现在 都还没有传出好消息 天色逐渐昏暗 但搜索工作人没暂停 特搜人员穿着救生衣 一一下到水面翻找 虎报台落水衣外 黄金72小时已进入倒数 但15岁成姓少女 以及8岁流姓女童 还是没寻破 扩大搜索一整天 只有这个新警督 儿童尺寸的登山鞋 在离落水点20多公尺外的 屋嘴长台被发现 这在落水点梳子坝附近 找到一件儿童的粉色羽衣 经家属指认 确定是8岁流姓女童 落水奢联前的身上遗物 明天成立第二个行动站 那这个在平岭 那我们认为平岭 现在可能会成为一个区域 那今天的第一点 到第五点的搜救点 在这48个小时 已经充分的搜索 宣布加开指挥所 把重点搜索区 全放下游 平岭方向 悦女童很有可能 早被冲往下游 得知女童登山节被巡获 焦急等待刘姓一家人 情绪溃提 因为登山节是刘爸爸 买来送给女儿的 希望能让他们留下 我们明天整个的策略 还是维持三百 今天大概是三百一十八个 明天我们会增加到三百五十个人 那同时我们一些重装的部位 的部队会针对大石头 下方的一些 原来的水位比较深的 那我们要进去做深部的搜索 18号一整天 水入空总动员 进度不如预期 搜索范围再扩大 要跟时间赛跑 尽快找到两位 人失联的学童 这三个报道